飞瑞兵侵占中叶岛整整51年 并且还动用大量的人力修建世界级机场 没想到陷如精进变成这样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岛交最多的一个 其数量多达230克 其中53个可供开发和驻军 其余都是水下暗礁 但遗憾的是这53个岛礁中 我国却仅实控了9个 其余都被其他邻国强行占领 中叶岛也不例外 中叶岛是南沙群岛细碎岛屿中 第二大的自然岛 面积约为0.33平方公里 仅次于0.43平方千米的太平岛 中叶岛高度只有3.4米 北高5米宽60米的高大沙地包围其中 虽然放眼整个南海 中叶岛的面积并不大 与面积近是平方公里的美济岛 更是无法比拟 但中叶岛所在的中叶群礁面积 却不容小觑 除了铁式水道将中叶群礁 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外 基本整个环礁都连在一起 整体规模比主币岛还要大 中叶岛是群礁中露出水面最大的一座岛 由于中叶岛靠近南沙群岛北部 在整个南海中位置比较靠近中心 所以往返南海的船只 基本都要经过中叶岛附近 除此之外 中叶岛交替完整 非常适合建设港口和机场 这一优良条件让菲律宾非常眼红 并计划对我国中叶岛进行开发建设 岛上则被棕榈 灌木等植被覆盖 丛林茂盛 西北有一片椰子林 椰树高度能够达到18米 且相较于南海岛礁一贯缺乏淡水的通病 中叶岛西南有一处水井 水质良好 可供饮用 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且岛屿于所属的中叶群礁基本相连 人工造岛条件比较优越 可吹田成为主壁岛的树被 在地理上 中叶岛还位于南海主要航道附近 东北距离菲律宾马尼拉湾810公里 西北距离我国三沙市驻地永兴岛640公里 向西距离越南金兰湾565公里 东南距离巴拉旺岛480公里左右 且中途还会经过美济岛 仁爱礁等南海重要岛礁 从地图上可以看出 中叶岛基本处于各大战略要地中心 如果能够将其建设成为我国南海一座大型基地 以此为基点 覆盖范围可扩大至整个南海 还可方便南海力量在此集结并为其提供补给 从而起到震慑东南亚 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的作用 不过这座岛礁目前却没有被我国实际控制 已经被菲律宾整整侵占了51年之久 近年来 随着我国对南海诸岛建设的不断推进 位于中叶岛东南方向190公里处的美济岛 在短短20年间 从一个光秃秃的岛礁变成了一座面积近是平方公里的人工岛 岛上港口码头飞机跑到一英俱全 俨然已成为南海之上的璀璨明珠 除此之外 在距离中叶岛仅23公里处的主壁岛 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主壁岛上一排排楼房拔地而起 还建有商场农场机场等基础设施 俨然已发展成为一座小型海上城市 而这一切都让菲律宾眼馋不已 在中叶岛南部有一条横插在岛上的跑道 这条跑道是菲律宾在20世纪70年代建设的一条 长度约1300米的简易军用跑道 这条跑道属于泥汁路面 跑道西侧因为海水侵蚀已经坍塌了100多米 根本无法支撑大型客机或者货运机的停放 眼看近在支持的主壁岛一天比一天完善 菲律宾开始坐不住了 于是扬言出自2.1亿 要在中叶岛上建设大型跑道 打造一座世界级机场 并准备大肆发展旅游业 自信满满的菲律宾 开始做起了建设世界级机场的美梦 决定对飞机跑道进行重建 并计划将跑道扩建为3000米 但由于菲律宾吹田技术落后 设备欠缺 原本计划一年完成的项目 菲律宾却足足用了三年时间 才勉强修建完成 据最新骨科地球卫星图显示 菲律宾正在对中叶岛进行机场跑道翻新工程 对于这座0.36平方公里的南沙第二大自然岛屿 可以说自然条件相当优越 该岛配备一座1.2公里长的机场跑道 目前岛上杂草丛生 一片荒芜 为什么此时菲律宾要大力改造中叶岛呢 从最新卫星地图细节看 中叶岛机场跑道已经开始了施工 元老旧跑道表层被去除 跑道中部区域已经开始新的混凝土铺设 跑道两侧堆积不少建筑材料 而且从两图对比看 中叶岛岛上建筑数量增加不少 岛上居住人员数量300人以上规模 岛上计划建设的大型港池 也只能停靠小型渔船 虽然岛上也建有酒店学校气象站等设施 但却距离国际水准相差甚远 更不幸的是 在2021年的一场台风中 岛上的大部分建筑都被摧毁 菲律宾对中叶岛的建设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一切努力都如同泡影 虽然经过多年的建设 但岛上的机场依然是一副破烂不堪的样子 打造世界级机场 终究是不自量力的大梦一场 中叶岛改造计划 自2018年开始 就对老旧机场跑道和西北侧新建港池进行修建 不过菲律宾在建设基础设施效率上的确差强人意 原本一年时间完成的工作量 应生生脱了好几年 而且中叶岛机场跑道还没有完成最终修建 面对隔海相望的主壁岛建设效率和规模 菲律宾在中叶岛的改造真的算不上什么 自2013年我国南沙吹田造岛以来 三大人工岛基地建成 岛上机场、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是完备 让南沙侵占国家菲律宾如做针毡 并且企图将中叶岛机场也扩建成3000米级水平 不过据最新卫星地图看 中叶岛机场跑道没有进行延伸 只是在原基础上翻新跑道路面 而且还没有完工 其实中叶岛自古便是我国固有领土 曾被当地渔民称之为铁市 自汉代我国航海技术兴起开始 该岛变得到我国渔民的经营和开发 清朝嘉庆年间 我国文昌县隆楼渔民还在此居住 由于岛上环境优越 土壤质量好 我国渔民还在岛上种植了木瓜 番薯等农作物 岛上西南侧的水井 也是当时我国渔民在此居住之所挖 另外西部还有一座渔民修缮的小庙 并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由于中叶岛地缘价值突出 加上岛礁附近海域渔业 油气等资源都十分丰富 具备极高的经济价值和开发潜力 很快便遭到外部势力觊觎 中叶岛曾被日本占领 日本将其命名为三角岛 并在岛上进行机场建设 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归还南沙岛礁 1946年民国派海军援帅林 村帅中叶号军舰前往南海接收该岛 这便是中叶岛名字的由来 到了1956年 台湾派军队驻守太平岛和中叶岛等南海岛礁 直到1971年之前 中叶岛一直由台湾省管辖 但1971年4月 由于超强台风来袭 为了中叶岛上官兵的安全 台湾下令撤到太平岛躲避风浪 台风过后又恰封中叶岛换防器 原驻守在中叶岛的士兵被调回台湾 菲律宾借此空档器 登陆控制了中叶岛 甚至将其改名为派格阿萨岛 原本换防回到岛上的士兵 可第一时间采取措施 并在一个小时内收回中叶岛 但却突然接到上级指示 整体撤回了太平岛 菲律宾就这样非法占领了中叶岛 在此之前台湾变队中叶岛有过一定建设 并建有一座军运机场 跑道长1300米 不过由于年久失修 有100多米的部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另外岛上还有一些房屋仓库 不过也都是普通建筑 菲律宾占领该岛后 在此基础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造岛工程 并将岛礁南部的机场跑道扩建到了1500米 可供西130运输机起降 并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了翻新和升级 另外岛屿西北侧还有一处避风岛 出口宽度约为130米 由一条水道连接 可供多艘雨船及军舰再次停靠 经过多年建设 中叶岛已成为菲律宾在南海的战略指挥中心 并在岛上驻有海陆空三军 其军队人数能够达到150人 这也是菲律宾在占领的南沙群岛中驻军最多的一座 居住设施还不够 菲律宾还在岛上建有小型居民区 幼儿园等民用基础建设 实施各种优惠政策 积极向本国人民宣传 吸引大量菲律宾渔民来此移民 如今岛上移民人数已经达到200人 菲律宾还妄想将岛上的机场继续扩建 成为一座世界级机场 并将中叶岛打造成级旅游 住宅 商业等全方位一体的大型海上都市 不过由于菲律宾能力有限 岛上各种设施规模都非常小 要想达到世界级水平更是遥遥无期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